大家好,我是游刃有魚小偉 我今天來到這個場是 魚人碼頭,新北市的 那這個是一個公開的垂吊場域 今天如果你是新人,這一集你務必要收看 我會教一些最基本的釣法 那也希望我們今天會釣到魚 然後先大概介紹一下我今天的東西 我今天準備了秋刀魚,白蝦,還有紅蟲,還有蓮鉤 那如果你今天是新手 其實我會建議你買的桿子就是 一開始買,其實不用買太貴 就買一般基本的桿子就可以了 比如說髮桿,海鹿桿 桿子的部分其實不要買太軟 然後買可以買就是它 桿子有副捲線器的 其實剛開始學,這樣就很夠了 那我今天準備一隻 這個是船吊桿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 然後它的部分就是這樣 裝上去之後 然後 然後 瞬時中轉 然後這樣 這樣它就進了 然後 然後這個點 平常就還蠻多人的 所以是個 還蠻適合全家大小來的 一個蠻安全的吊點 然後我們現在把 把線穿過你的 鍋滑 現在是刮刮 刮刮刮刮家一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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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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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是 搞 對 就是剛開始學就是鉤子先從小的 然後先用買邊的 然後來做垂吊 然後你才會累積你的經驗 然後才會越釣越有心得 然後我們再之後再開始換大一點的 然後這個綁法也很簡單 就是跟我們當初叫的一樣 八字環 然後穿過去 然後我們用我轉轉轉就好了 轉個大概五六圈吧 這樣他就緊了 然後剩下的線頭再把它剪掉 然後下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我們在綁鉛球 然後一樣是穿過去抓住 然後轉轉轉 然後穿過那個洞 跟圈球一起抓住 慢慢拉 這樣就好 多的線頭一樣剪掉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一般的捲線器的話 一般的捲線器 通常你就是順著轉 它就會收線了嘛 然後一般 它後面都有一個開關 你如果反開 它就是等於說可以回轉 可以出線 所以要善用這個功能 其實還蠻方便的 然後我們現在來裝耳了 然後我帶一些上次還沒有用完的蝦仁 我們先用蝦仁來做水調 然後建議來就是一定要準備一塊抹布 好讓你擦手用 好 然後耳的大小 其實只要 比鍋子大一點就好 把鍋子 包得住就好 盡量不要露出勺子 魚的索耳率 才會比較好 然後你如果是真的完全沒有做做掉過 或是不會掉 其實拋的部分你可能不太會 那其實可以建議你就是 線的部分跟桿子的長度差不多 然後這個頭 這個頭要對著你 然後用你的食指勾住 打開線環 然後我們不用拋遠 因為你如果不太會人太多 就是怕你去拋到別人 所以如果要學拋 你要盡量在沒人的地方 那像一開始你學如果很多人的狀況 建議你就是可以這樣用盪的 你盪出去之後就是手放開就好 你剛剛食指勾著 然後把它放開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關杯了 然後輕輕的捲頸 然後捲頸之後讓你的桿子 稍微有點緊 然後你的線不是虛的就可以了 然後我大概讓大家看一下這邊的地點 然後這個 我現在拍的這個叫情人橋 他晚上是很漂亮的 所以晚上我再補拍一次 然後我現在是在燈塔這邊釣 然後對面是海巡 好 那 待會如果有開湖的話 再拍給各位看 再拍照 現在我帶來了 今天 wygląda 他叫做法 不是吧 我有 정規定 是嗎 有 我們在那裡 我們可以做 esos 我們可以去開湖 我們來介紹你 我們在那裡 我是爺 你 我現在可以做 然後你可以注意你看桿子 其實它會抖動會有魚的訊號 那你如果看到它是連續一直抖動 幾乎不太會停 那個就代表其實你已經中魚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桿子收起來 然後我們的現在是有一點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收收桿 哇,都為我們釣掉蝦子 對啊,螳螂蝦 可以說我們是釣到魚,釣到螳螂蝦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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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弄起來就有一點 嗯,它肉不多,但是 可以釣到這個還蠻 還蠻驚訝的 你怎麼吃 不知道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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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蒸的 用蒸的喔 不是用煎 用炸的或煎的 什麼用炸的,炸的吧 Q餘啊 喔 啊不是啊 可以連殼一起吃啊 對啊 哈哈 呵呵 好,我們繼續裝了 嗯 嗯,還中了 對啊 三 三 對啦 四十斤子了吧 大尾金子 對啊 democratic 三小的不是這樣 對喔 他只是,他那個行又不一樣 你注意看一定有一個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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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 那個算小隻吧 對 哦 基本size 嗯 它蠻滑的不是嗎 它那個嘴巴讓伸縮的 對啊 我待會把它放下去 沒有那種小小就是一直有種魚 也比較好玩啊 我那天 我那天也是吊十二小時什麼都沒有 上個禮拜啊 嗯 對啊 它有咬比較好玩啊 下去了 現在這個時間大概晚上十點左右 人都走完了 我又包藏 然後晚上都沒有咬 就下午那時候 咬一下 晚上幾乎都沒有咬 然後我釣兩隻桿子 一隻就是我們一開始吃飯的三連溝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隻就是那種單溝 然後就想說看有沒有機會拼比較大的魚 然後那時候忘了跟你們講 就是捲線器啊 基本上 它可以轉鬆跟轉緊 就這個旋鈕 齁 那旋鈕的部分 你順時鐘 它就是緊 逆時鐘 它就是鬆 所以一般建議的話 你掉層底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稍微讓它可以出一點線 就是你手拉 然後它還可以出一點線 以免你比如說你種大物啊 或什麼的話 竿子會被拖走 所以 記住這一點 那你如果人再過你不怕 其實就沒差啦 不然基本上我建議 就是用這個去調節它 然後一般做掉 其實也不建議把它轉死 然後我現在拍一下 魚人碼頭它晚上的時候 然後我們下午有拍嘛 然後現在是它晚上的時候 對面那個就是情人橋 然後今天是禮拜五的週末 可能下雨啦 所以其實沒有人了 啊我大概也在釣一會 應該也要收了 因為完全沒有魚殉 因為完全沒有魚殉 這個叫做沙馬 如果 你們沉底釣到這個 千萬要注意 因為它勾在嘴巴邊嘛 所以是可以解的 那你如果覺得 會怕不好解 就剪斷就好 不然它 它這個是有毒的一種 所以要小心被它吃到 我們把它放掉 我們把它放掉 我們在拉拉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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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把它放掉 我都很會聞一下 這個人在那裡 不要 我們在拉拉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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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上次你在叫的時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